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会有人担心 如果经常和癌症患者解除 会不会自己也能患上癌症呢 有些人会有这样一种想法 想当然地认为 癌症患者体内有癌细胞 癌细胞那么强大 会不会把患者传染给健康的人呢 当然不会 这要从癌细胞的产生说起 每个人体内都有怨爱基因和意爱基因 怨爱基因负在细胞的分裂和增值 意爱基因 约属怨爱基因 不让怨爱基因随意增值 所以 集体能进行正常的运转 当 人体受到外界一些致癌因素的刺激 怨爱基因激获 它不再受 意爱基因的控制 冲而导致 癌细胞的形成 其实 胃爱奔神是不会传染的 但是 在胃爱法病前 有些人是感染了油门罗杆菌的 油门罗杆菌在一起吃饭 确实会造成传染 原因是 油门罗杆菌属于粪口穿搏 当 感染了这种病菌的认识了饭时 它的唾液沾在菜堂里 那么 就可能把这种菌穿递出去 如果对方免疫力不强 被感染 可能会导致危不疾病 如果没有及时的治愈 可能会发展成为危害 中间一句话 癌症是不会传染的 病毒 习菌是会传染的 所以 跟中流患者一起生活 一起吃饭聊天 完全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被传染 也用不着心理上或行为上 表现出空拒和反感 这会让中流患者产生思想负担 无异于她的病情的恢复 谢谢大家 我